像个男人也要恨我 他哪里不像男人啊 他 你觉得在观众眼里 你是一个演员吗 我觉得大壮对我的一个认知 可能就我是歌手啊 接下来要参加面试的是 张栋梁 好 欢迎 欢迎 各位老师好 我是张栋梁 出道二十年左右 那像现在我这样 其实还是有点紧张 就跟大家这样面试也是我人生第一次面试 我是一个歌手 也是一个演员 非常感恩就是当时还小的时候 拍的第一部戏 所以就有一个角色 算是被大家记住吧 就是微笑帕斯塔 好年轻哦 哦 对 还是 你已经对我动了心 喜欢上我了 然后 以前拍过的戏嘛 不少 但是其实都是比较偏向偶像剧类型 坦白说 我在演员这条路上走的是非常被动 因为每次我跟大家说我是歌手 我可以说得很坦然 但是我不会说我是演员 这些年我都一直在等 有没有适合自己的角色或剧本 然后等着等着就等到了无限超越班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契机 那希望自己可以在演员这个身份上有一些突破 希望这个节目离开之后我可以有点底气 所以说我是演员张栋梁 我先问问你吧 你演完那几部戏 微笑帕斯塔之后 后面还有演吗 有 我演了应该有五六部 五六部 然后之后呢 隔了多久了没拍戏 我最后一部戏一千个晚安 是大概五六年前 五六年前 那这几年你在干什么 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是让自己休息的 对 我其实不是在演完帕斯塔之后消失的啦 而且我自己真的不会定义我是消失 只是可能真的 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嘛 你曝光少就是消失 其实这两年我歌手的身份是挺活跃的 就是我有去年我有发唱片 然后我有办 我现在在办巡演 然后我当然也是有上一些综艺节目什么的 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就是 你看栋梁跟刚才其实进来所有的议员的状况都不一样 首先他很享受现在歌手的这个身份 那么我就不太理解 演员你觉得是锦上添花让自己更丰富 还是只是因为你觉得我可以试试演戏 因为网上也有这个说法 就是比如说王心凌已经回归了张东凉海远嘛 我 究竟你享受演员哪部分 演员是一个伤害剂子很严重的一个行业 我觉得唱歌演戏它都是表演的一种 为什么不能并存呢 其实唱歌可以是一个说故事的歌者 为什么不能把演员这个东西也做好 我可能不能多惨 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想要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张东凉 你以前是偶像剧男主 你的形象是温柔和温暖是吧 应该是说我的歌手身份 跟我的演员身份 都会让大家觉得他好温柔 他好温暖 但有时候我没有刻意要做这件事情 他真的 我能看他满屏开心 他的牙和嘴型都很开心 就用月牙型的很好看 所以他就很灿烂很阳光的样子 温柔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温柔没有不好 而且我也觉得如果我可以再有 其实把温柔跟温暖做得再极致一点 我也可以 但是我就不想只有这两件事情 你个人情绪很稳定的人是吧 算是 最近情绪最波动的一次是什么事 应该是录上一个综艺节目吧 我们来看我们在台上我们就是艺人 我们经营没错 但是到售开始我们就是艺人 我在台上不是老板 我是张栋梁 你是何杰 谁管我们是不是经营 他们不知道我们经营 他们只是来看我们的秀 发脾气是吧 也没有没有 我不会发脾气的 你不发脾气的 那就很难当演员了 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 这就是 我有时候不太理解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私底下 我就是张栋梁 我其实不用因为我是一个演员 或者是我在培养我是演员这件事情 然后我需要去做一些 我不是说你要发脾气 让人知道你 戏剧都要有一个比较波动 哭 脾气 他没机会接到问题 有有有 有吗 有时候会演到一些戏份 就是真的很凶 或者是发脾气或什么 我真的去演 然后可能对我来说已经七八分凶了 然后导演都会说 怎么还这么温柔 你看吧 你看吧 他会觉得这个不是他心目中的 可是问题是你想要改变吗 我 对吧 你想要追求一个 大家给你另外一种不同的感受吗 所以你可能最直接的 就从你的装扮 真的吗 因为你的外形给我也是一种很温柔 很温顺 跟上走换衣服 快点 我发觉有一点是很无趣的 你看 他是一个突然爆肝 这些人的脾气会不好 因为肝也是过了 他还是那么好 连爆肝也改变能不能 我告诉你 就是如果我是戏性选角 我也不会考虑你割不割心的 你来拍我的戏 基本上也没有太大机会给你发挥了 为什么 我这个角色我觉得要他愤怒的 我就要测试你了 你能不能做得出来吗 好 我给你一个考题吧 一直演《欲言又止》 一直演 你能演出多少个 对啊 分手啊 愤怒啊 《欲言又止》 一直演 好 然后你随意吧 喜欢像谁演就随意啊 你培养一下情绪 好 然后你随意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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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今天值了 我今天值了 跟这么多大师演戏 我今天值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佩服他 我这个很佩服他 你要让我这样一个人演过去 我可能马上就要晕倒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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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拍电影 我们在拍演员反应的时候 中间是可能找到你的反应的 你刚刚那个表演是非常难的 你是可爱的 你是温暖的 你是可爱的 你整个的都是特别可爱 我 中娘我觉得你没办法 对 对 刚才你虽然面对不同的 对 演员对手 对 但是你展示出来的那个 对对 预言 柚子 柚子 总是带着一个温暖的笑意 而不是没有情绪上的变化 对 对 对 我 你能不能试一下 比如说是一种恨意的 如果你现在真的很恨我 是那种 我背叛你了 你很爱我 你想跟我说分手 但是 你很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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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我吗 恨我吗 像个男人也要恨我 你不像男人啊 他 我伤你心里难受吗 我伤你心里难受吗 不难受吗 你难受吗 你说呢 好 好 好 没有 我想激发他 哎呀 其实他有 他就是 你成功了 出来就有了 好 好 蛮好了 对 很好啊 你刚刚前段那个表 这个很难的嘛 因为没有人跟你对戏没词的嘛 没有一个内心的嘛 那你在表情上 并不是完全是温柔的 其实 那你刚刚看到你也有爆炸力的 所以我觉得去拍一个有导演有剧本的戏的时候 你是有那个潜力的 所以先不要怀疑自己 嗯 好 刚才那个爆发力那个表演是非常好 对 你已经进入那个状态 已经没有在想我是本来的我 这个情绪到了你就发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状态呢 就是演员必须要的 谢谢 挺好的 能演这个微笑的快蛋 那个很危险的人 这个是很有张力的 对 但刚刚看到 有看到你有危险的东西 包括刚刚我给你招手过来 我看到你眼睛里面有危险的东西 所以我一个女的我负责任的说你危险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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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导师要发红卡吗 红卡我们晚些再商量看看吧 好 谢谢大家我加油 加油 加油 加油